完全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今天带给大家眼前的两款Make Toys书品的Hellfire Wrestle 消防车和吊车 从G1开始和铁皮救护车一样 消防车和吊车只要一出玩具就基本是互相的重途 那么这次MT两款作品的基本模具也是一样的 所以咱们放在一期的节目里面 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的展示和介绍 玩具从包装盒里拿出来就是一个人形的状态 咱们也就先从这个状态聊起 一体性的表现是不用怀疑的 而且MT从Remaster系列开始引入了大量的金属键 包括这款玩具的脚板的一部分 以及胸口都应该是金属的 先从头雕聊起 这头雕确实是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刚刚拿到这款玩具的时候 对头雕是并不满意的 而且它这个头盔的形状 跟动画片里不大一样 但是看习惯了之后觉得还行 而且除了这样一个标准的面容之外 还有另外五个不同的表情 做一个替换脸的选择 除了表情之外 眼部也有电镀处理的选择 MT人形状态下的美形度 绝对是没话说 这胸口的造型包括手臂上 这个火炮和G1里面 Infernal消防车这样一个形态 是极为的神思 那么在腿部状态下 小腿显得特别的粗壮 而且里面有个结构 它在车型和人形 是往两边不同角度偏的 是这个脚板和小腿之间的距离比较接近 那么看起来一体性的 也会更好一些 从侧面来看 背包是可以接受的 后面有一个消防云梯 这个也是消防车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而且白色在肩部后面的小翅膀 也是从G1开始 这个角色给我们留下 很深印象的标志性的结构了 吊车 这个黄色是急抓眼球的一个表现 一体性也是不用怀疑的 头雕方面 这个头盔的形状相对于消防车 我觉得是更加接近于G1动画里面的一个造型了 而且脸部这个形状 其实两者非常接近 但与头盔的差异 我觉得我会更加喜欢雕车这样一个头雕 胸口一样的出彩 但是它这个金属件 可以看到和黄色其他部位的涂装 仔细辨识的话 还是稍微有一些色差的 那么裙甲方面的两者涂装也是有差异 小腿内侧依旧是做出银色的点缀 非常用心 而且两款玩具 脚板引入了金属件之后 站的都是特别的稳 背后的消防云梯变成了一个吊杆 除此之外 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来自于涂装了 因为这两款作品采用了完全一样的基本模具 可动性的展示 咱们就以小旁车为例了 头雕向各个方向看 不受限制 但是向上向下范围比较有限 后面这个白色的小翅膀 如果向外掰的角度比较大 它会脱落 是一个球形关节 只能做一定角度的张开 那么手臂前后 这个齿轮是特别的紧 而且有一定摆动的幅度 把这个白色部件向下翻90度之后 向上提 包括平举这样一个范围 都来得更加充分了 看齿轮关节引入 是特别给劲的一个支持力了 双动关节保证了 曲肘有极大的范围 手腕可以旋转了 四指合在一起可以活动 而且它安插武器 是利用手掌里面的一个凹槽 把这个枪直接滑进去的 这个操作起来是非常简便的 而且拿进去之后 紧实度也是非常让人满意的 把四指握上去 没问题 旋转腰身 平转没问题 而且把两边这个车轮打开之后 平转的范围就会更加充分了 除此之外 还有向前向后一定摆动的空间 这个也是变形的需要 不过给人形增加了额外摆pose的可动性 那么这两个裙甲要特别强调一下 它们是一起活动的 如果在把玩的时候不注意 把手指摆在一边 另外一边硬掰的话 可能会造成部件的损坏了 那摆开之后 这腿部向各方向活动没有问题 我爱摆内收屈膝 这个地方也要介绍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双动关节 但是下部这个关节是非常的紧 把它腾开角度之后 硬往上提 这时候可以看到小腿的装甲都弄松了 这个关节确实是有点过紧了 那么在支持力方面是做得很好的 另外这个脚板可以看到 由于引入了金属部件 所以在自然摆的时候 有时候它往内收的一个感觉 不过如果你把它直接放在一个平面上 这种向内收的叙事 使它有着更强的抓地力 而且站立起来重心的把握 也相对更为容易一些 那在人形身高方面 请出MP的玩具来做一个直接的比较 可以看到 无论是从身高大小体型 乃至整个的风格表现力方面 这两款玩具和官方MP的作品 摆在一起都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我知道未来MMC也会推出自家的消防车 也是很期待这两大第三方品牌的直接碰撞 这款玩具的变形总的来说是非常简单流畅的 那么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它两边是有对称手掌的设定 只是我喜欢还原动画里面 一边直接按插上火炮了 在变形的时候 首先是把手掌收进去 手臂调整成这样一个向外摆的角度 之后腾出空间 就可以专注于下边 腿部有一个红色的部件 这是很容易遗忘的一个步骤 向下翻转180度 之后把小腿的装甲弄松 把小腿的一个护腿板按压进去 后面的云梯向外展开一些角度之后 向下压就可以把前面红色的锁扣弄松了 这个时候向外延伸 利用中间黑色部件上面的凸起薅线 把刚才手臂上的火炮两段进行一个收纳 是很巧妙的设定了 前轮向外打开角度 把腰身这一块整个向内收 搓在汽车的一个腹部的位置 汽车的腹部 之后这个地方是非常巧妙了 有人情的脚摆 把金属的部件向下打开来 利用双动关节之后 把中间那个轴我刚才提到的轴向外展 另外这个浅色的部件 是要和红色的部件有一个非常契合的角度 调整好 形成这样一个形状 就是变形到位了 这点是非常关键的 两边一样镜像的变化之后 就可以顺势把这两条大脉腿提上来 作为消防车后部车身的一个结合了 咬合在一起也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红色的部件上面有一个凸起 其实两个凸起合在一起 和消防云梯下面这个深色杆上的凹陷 有一个紧实的咬合 把它固定起来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两边红色的面板 利用一个轴向内推 推到底之后 本身有个锁扣 另外两边白色的小翅膀再扣上去 作为一个额外的加强定位 之后利用前部这个红色的面板向下翻之后 同时的空间把人形的手臂折叠进来 和中间这个黑色的主体的中轴线进行一个咬合 其实它在变形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咬合位 都是你不需要刻意的观察 就可以找到的也可以体现能具的一个精准程度了 说话间把人形头雕收纳进去前轮做一个向内的结合 这消防车就一个大概的雏形了 但是你如果希望把它武器都做一个很好收纳的话也没问题 人形的大枪在消防云梯下有一个结合位扣进去 好了 咱们消防车也就完成了从人形到载具形态的变化 载具形态下的Inferno是一款非常杂手 一体性表现很好的红色消防车 头部的刻画尤其的出色 特别是这车灯包括中间的引擎散热孔防撞杆 还有红色车头金属系包括金属件的使用都是恰当好处 上面的警示灯 车体的一个宽度比例和现实中车辆比较起来 这个还原度来的也是很高 滚动起来是极为流畅的 那么仔细来看 中间这些螺丝是稍微有些碍眼 不知道为什么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有能做一个很好的演示 那么除此之外 这些细节的把握都是非常到位的 包括后面人形的小翅膀 也是在车体状态下有一个很好的收纳位 我们说到这个消防云梯 也是这款车辆在把握的时候 一个亮点 可以把它做一个两段的伸缩 总共有三节 这样一个白色的梯子 全部拉伸出来 这个摆一下确实是很有气势的一个感受了 但是它有一个缺憾 就是不能左右的平转 只能上下调成角度 这个在把握的时候是稍微有些受局限的 在人形大枪方面 如果把它取下来也没问题 在载具形态下 我觉得做这样一个一体性收纳 是很好的一个设计 它车顶棚上面 另外有两个螺丝的外露 也是不大美观 幸好有这个云体能做一个遮盖 从侧后方来看 背后的刻画也是很到位的 包括车尾灯也有一个点缀 那么从车体的正双方来看 这云梯的位置摆得也很正了 而且从车底盘这个角度来看 人形武器这个收纳隐藏 我觉得是变形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亮点了 同居的吊车 在载具形态下最大的区别除了涂装之外 就是它吊钩的一个引入了 车头方面依旧是细节刻画最为到位的一点了 这个吊钩银色的处理 也是仿真度很高的 那么它相对于消防车的云梯 就只有往外拉伸一截这样一个功能了 这长度也是足够了 作为一般的吊车这样一个比例 和现实中车辆的还原度来的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款玩具 我并没有把它的武器在载具形态作为一个搭载 另外从侧面来看 这个和消防车也有一些细节涂装和纹路上面的差异 车轮都是一样 六个车轮着地没问题滚动起来也是非常的流畅 从侧方来看 依旧各种的细节 但是少了消防车那两边 两个白色小翅膀的标志性部件 从上部 这雕钩的位置 依旧是摆的非常的合适和车体之间宽度的比例 来的也是非常的逼真 这个底盘 我并没有做一个人形武器的收纳 也是特意给大家看一下 载具形态下收纳与不收纳武器 在形态上的一个区别 在车体状态下和MP的玩具放在一起 依旧是显得非常大调 和G1动画里面 汽车人小队的这样一个构成 也是显得非常的贴切 但如果考虑到现实当中车辆的比例 展现消防车和吊车 应该是相对于超跑 极为巨大的存在才对 金属部件的合力使用 简单流畅的变形设计 精致贴切的涂装处理 MT的Remaster系列 依旧保持了很高的水准 和官方MP级别作品放在一起 很是和谐 只是头雕 似乎和印象当中G1的形象 还是有些差异